hello 大家好 我是草币大师 今天给大家说一下大陆客户购买比特币的详细的过程 今天的视频非常的重要 币圈的骗局非常多 新手朋友一定要注意 本期视频教给你如何买币卖币提现出金的一个完整的流程 如果你是新手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视频 今天一共分为这五个步骤 我们今天先从第一个给大家讲一下注册OEOKX交易所的账号 先来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OEOKX 在我们国内有三大交易所 分别是OE、币安、火币 选择OEOKX的原因是他这边大陆用户可以注册 币安、火币不接受我们大陆客户 第二个原因就是他的手续费非常的低 非常的划算 邀请链接我会放在视频的下面 如果你这边有兴趣 可以用我的邀请链接去注册 如果用我的链接去注册的话 可以获得价值20元的比特币和10美金的返用卡 最重要的你这边你的手续费可以终身减免20% 非常的划算 我们把这个链接复制到浏览器里面 我们打开一下 会来到一个这样的页面 这边支持手机 支持邀请码的话是默认填写的 手机的话支持中国大陆地区的手机号 然后我们填写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的话 如果你用我的链接去注册 还可以获得一个随机的盲盒 最高的话是6万块钱的数字盲盒 只要你通过我的链接去注册 这边都会有的非常非常的好 好了 我们继续看一下第二个 安装交易所的手机端 先来给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要安装这边的手机端 先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分为买币 然后发现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非常非常的繁琐 非常非常的多 对我们新手朋友非常不友好 但是如果你在手机上面去操作 那就很方便了 手机的话 先来给大家说一下 手机目前分为是安卓 还有苹果 先来给大家说一下安卓 安卓非常简单 我们这边有一个向下的小箭头 然后呢鼠标放到这边 会有一个二维码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微信 或者是QQ直接扫这个二维码就可以 如果扫码的时候提示被拦截 被封被封控 这个时候呢 非常简单 我们可以打开一下我们的手机 选择一下支付宝 支付宝这边有一个扫一扫的功能 或者是呢 你这边还可以随便的找一个浏览器 我这边用的是360 然后打开之后360这边有一个扫一扫的功能 也是可以下载的 安卓手机就是这么简单 今天主要说一下苹果手机 因为苹果手机属于iOS系统 必须要用到海外的ID才能下载它的APP 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大家都懂了 它这边大陆的ID不能下载它的APP 是哪一个呢 我们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这边有一个苹果英文商店 这个我们点击进去 然后看一下这边右上角 这个账号不能是中国大陆的ID 必须是海外的ID 那这个ID我们去哪里找呢 你这边可以去谷歌 一定要去谷歌 在百度是搜索不到的 然后搜索一下美区ID购买 会有这么多的账号 随便的找一个就可以了 非常便宜几块钱一个 当我们买完之后呢 我们需要做一个操作 我现在是假设我登录的是我自己的大陆的ID 那我们就拉到最下面 有一个退出登录 退出我们自己的大陆的ID 然后登录我们这个海外的ID就可以了 然后在这边我们点击搜索 然后在这边我们可以直接输入 我们直接输入这个OKX 这一个就是它的APP 这边写的OEOKX 然后是黑底五个白色的方格 这边是下载就可以了 为了不浪费大家的时间呢 我这边已经是提前下载过了 安卓这边也是没问题 已经是下载过了 好 我们就进行下一步 交易所的APP安全设置 因为我们的钱都是在交易所里面 所以安全问题一定要搞好 好 我们先登录一下我们自己的OE的账号 然后选择左上角 选择这边 好身份认证我们点击一下 这边会有一二三 这三个 一二三 建议大家认证到这个视频认证就可以 因为视频认证的话额度比较高一点 提现的话比较方便一点 然后这边会有一个偏好设置 偏好设置这边有一个计价货币 我们选择人民币就行了 然后安全中心 这边 能绑定的 大家都绑定上就可以了 好 基本的设置完成之后 我们还需要做一个操作 就是绑定一下我们的银行卡 在哪里呢 这边有一个买币 选择CRC交易 选择我的收款账号管理 点击这边的添加就可以了 先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边添加的话会有银行卡支付宝 还有微信 强烈建议大家使用银行卡就可以了 微信支付宝就不要再用了 因为银行卡的话不容易被冻结 好 好了 我们接着给大家来讲一下下一个 第四个什么是USDT 怎么样购买USDT呢 先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USDT 它的中文叫做泰达币 它是和美元挂钩是相等的 一美元就是一个USDT 一个USDT就是一美元 世界上通用的货币是美元 但是在虚拟货币交易市场通用的货币呢 就是这个泰达币 假设你这边想去购买比特币 狗狗币以太坊之类的 只能用USDT去购买 世界上任何的货币 比如你是英镑美元人民币 都是不能直接买这些虚拟货币的 必须通过一个中间转换的货币 就是USDT 说白了 只要你想买任何的虚拟货币 必须先去购买USDT 才能购买这些虚拟货币的 好给大家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假设我这边 我有人民币有美元有欧元 我想直接 我去买这些比特币 狗狗币以太坊 这种是不可以的 你必须拿着你们本地的货币 先去购买USDT 才能购买这些虚拟货币的 好接下来呢给大家来演示一下如何去购买USDT 好了我们先回到我们这边的首页 然后选择这边左上角 然后这边会看到有一个买币 大家不要选择这个买币要选择这个CRC交易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CRC交易它是你自己可以筛选商家 但是这个买币 你这边它是随机的给你匹配的非常危险 我们选择这个CRC 然后选择这边的购买 在这边选择CNY 然后呢我们点击筛选 我这边选择一下银行卡 好输入我这边我想买一万 好非常多的商家 今天的重点就来了 这边有非常多的商家 我们要看哪里呢 看它的成交量和它的完成率越高越好 假设这边有一个叫东方蜘蛛的 我们看一下它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去看哪里呢 看它的这边成为商家的时间越长越好 第一个就是看它的成交单数 还有成交率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去看它成为商家的时间 时间是越长越好 第三个就是看一下它近期的成交单数 有没有问题 越多越好 好我们点击这边的委托单 然后选择这边的购买 输入我们要购买的金额就可以了 假设我这边买一万块钱的我点击购买 然后这边会有一个提示 我们点击继续交易就行了 然后选择下一步 为了确保我们的资金是安全的 卖家这边可能会发一些要求 让我们验证一下 然后配合配合它 然后我们找到我们绑定的银行卡 找到我们的明细 假设这个就是我的明细了 比如说我买烟买酒逛超市点外卖 我把这张图给它就行了 为什么呢 因为那些不干净的钱 它们都是那种一万两万三万五万 非常大金额 但是我们正常的消费是没有问题的 好 如果卖家感觉没有问题 他就会把他的姓名银行卡号给我们 然后呢 假设我们要买多少钱的 然后给这张卡转钱就行了 转完钱之后 点击我已完成转账 转账的时候呢 不要备注任何的信息 像什么投资 比特币理财之类的 不要备注这些信息 好 大约也就是几分钟的时间 我们的钱就会到账了 为了不浪费大家的时间呢 我这边已经提前准备好了100个USDT 然后我们点击一下这边的资产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这边有两个账户 一个资金一个交易 好 我们点击一下 资金账户里面有100个 交易账户里面没有钱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给大家说一下 资金账户只是说明我们的账户里面有USDT 但是呢不能去交易 交易账户顾名思义是交易使用的 钱放在里面可以用来交易 我们的钱现在是在这个资金账户 那我们需要做一个操作 就是把我们资金账户里面的钱 放到这个交易账户 我们的钱现在是在资金账户 那如何放呢 点击这边的资金滑转 从资金到交易 币种选择USDT 然后选择最大 选择确定 好 我们刷新一下 资金账户没有钱了 交易账户现在是有钱的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买币了 点击这边的交易 会来到一个这样的页面 新手朋友可能有点看不懂 我给大家来解释一下 这边是我们要买的币的种类 这个1842是当前这个ETH 是当前这个ETH的这个价格 1842 那可能会有朋友说了 我不想买这个ETH买这个以太坊 我想买比特币 那怎么买呢 在这边呢 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个免费的看行情的网站了 它叫做 非小号 假设我们想买比特币 我们不能输入比特币 要输入BTC 以太坊呢 我们输入ETH 那我想买这个狗狗币 非常可爱 我买 我输入DOGE 好 我们输入点击这边ETH 输入DOGE选择这边的BB 选择这个BB 然后选择第一个 好 大家看见没有变成0.07狗狗币的价格了 然后这边是买入 这边是卖出 这边有一个限价委托 我们可以把它改成这个第三个市价委托 为什么呢 因为市价委托成交的速度快 好 我们把这个狗狗币再改回来 改成ETH 这边有一个ETH 好 选择市价委托 然后呢 这边有一个小箭头 我们把它拉满 这样的话 我有100个USDT可以买0.05个以太坊 然后我点击买入就行了 好 给大家来演示一下买入ETH 然后价格是1842 USDT 然后呢 假设我们现在买完了 我想卖出 点击这边的卖出 然后和刚才一样选择市价委托 然后给他再拉满 选择卖出就行了 我们卖的时候肯定是赚的 假设我们买的时候是1842 那我们卖的时候可能涨到了1942 那我们这边是不是赚了100个USDT 那现在我想把我这100个USDT换成人民币 那怎么操作呢 好 我们选择这边的资产 现在我们的钱是在交易账户里面 在这个里面 我们需要把我们交易账户里面的钱 重新的回到这个资金账户 那如何放呢 点击交易账户 点击资金划转 从交易放到资金选择最大选择确定 好资金账户有钱了 然后交易账户现在是没有钱的 好 我们回到首页选择这边的左上角 然后选择CRC交易这边点击出售 然后这边选择筛选 选择银行卡点击确定 和刚才一样 要找那种可靠的商家 我们继续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1万多的 好 像这种商家才半年的 我们就不要找了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更加可靠的 这边 这个人 可以 老商家已经一年半了 然后成交单数也非常多 完成率也非常好 好 我们点击这边的委托单 然后点击这边的出售 然后这边我选择最大 好 选择完成之后 我点击零手续费卖出USDT就可以了 当我选择零手续费卖出之后 他就会往我的银行卡里面打过来700块钱 等我收到了这700块钱之后 我再把我这100个USDT给他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我们1842买 1942卖 赚了100个USDT 然后促进了一个全过程给大家演示了一遍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 我是炒币大师 大家有问题 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 PiB可以买平板 毛拍币不可以买平板 由于在我们国度独一法定化的货币 只需群众币 PiN PiB 将勤劳于打造一个高拓展 客户操作 兼容NMAN的多链智能合约平台 PiN是一个支持以太方虚拟机 NMAN的权益证明原生多链网络 机构命性的PDBFP共识机制 使运转在PiN上的任何去中心化运用次第 都能经过多链和动态分片坚持高速共识 为可编程金融发明立刻何可扩展的基础 PiB可以不放系统盘吗 PiB可以不放系统盘 从系统中提取相应的HAL文件包 Win2000 Z ST4 K WindowsS DSDR SDR Table HALP DOO HALP DOO HALMAS D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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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LON DXC NICLON DXC DXC DXC提取完毕后将HALO DOO 更名为HALSEN DOO DOO DXC DXC DX 不可以删除 已有的SML数据所引方法从完成思想上可分为两类 结构归结法和节点定位法这两种方法都具有肯定的效果 学货归结法的缺陷 是索引范围较大 而且难以有效诸持较涌杂的插询 而节点定位法的主要缺陷 是涌杂形成过多的衔接操作 针对这些效果 提出了一种新的动态的 XML索引体系结果 它扩展了已有的动态索引办法 采用一种动态的 B-SAMILITY的概念 可以依据实际查询需求 以及最优化的 央求动态学义索引中保管的结构消息 以完成对各种方式的 查询最有效的知识 PB中国啥时分KR CPB中国12月中下旬KYC 1.点击一切确认消息 进入消息填写界面 2.填写团体消息 如姓 名 姓别 出华旦期 身份证地址以及身份号码 英文不好的冤家案这次D填写界面 3.终止人脸动态识别 张张嘴 点摇头 左右摇头号等 以上是PiB开认证方法 PiB是一种虚拟数字货币 它与我们经常说到的比特币是一样的 它是一种区块链技术的运用 PiB权益会打造日常人的数字货币 开项目勤劳于搭建一个全球共用 去中心化的数字货币体系 PiB可以兑换成其他货币 也可以转换为把币中止变现 PiB一年后能值击一枚除了比特币 什么币最值钱1.2021年底派币的价钱约为88群众币 换算成美元约为14美元 但是依据司法部2018年下半年的监测 PiB属于传销币物理 2.币可以值7008.59万大众币 一辆币值0.033群众币 昔日24小时最廉价0.041596群众币 24小时最廉价0.03315群众币 2022年 PiB总市值抵达708.59万元 PiB DNA是由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团队建造 3.15000美元 技术创新包括 去年全球首个支持EVM的原生多链 比特币2021群众币几钱 目前 比特币 比特币是一种虚拟波币 其价钱翻了许多倍 4.原油如下 3360区块链是封口 5.5 Pi的实际价值可以在120和150美元之间 接近200美元 6.中国的一些人推测 PiB能够在0.5到20元之间 而开拓商宣称会运营到每币200美元 约合1400群众币 所以PiB锁仓25%到50市盈 PiB实质上是一种传销币 PiB将在2022年中上线买卖所 PiB由斯坦福大学博士团队打造 自身PiB是不合法的 PiB可以兑换成其他货币 依据2022年6月27日最新消息 大约估量似乎能够就是一脚前一个 PiB2022年能易获相关资料 PiB准备要列入币安买卖所 所以银行不会对接PiB Pi在派派上 1992年已往常2022年 作为其基于2022年3月公布的奖励 发放公式的月度调整的一局务 PiB只需使商家都是可以抑或的 PiB的收益周70一年 PiB就可以内转买卖换钱了 PiB PiB PiB是一种新的加密货币 肯定比特币值钱 以PiB等于1400元人民 在2022年4月1日后 开拓的社交列变的挖矿 比特币往常的挖矿利息庞大 PiB就可以内转买卖 PiB实质上就是一个传销币 但是就是未来的话 PiB也不会太大变化 PiB上买卖所后终究值几千 大约在2022年中 由于银行对接PiB是假的 PiB火泵展开是有它天时天时人和 PiB2022年能易获 PiB的价值 尼古拉斯派币实质上就是一个传销币 PiB 而开拓者宣称要运作到一个币200美元 并且假定派币真的如宣扬所说 能值100美元 依照派币往常2000万用户来说 在2022年中 PiB曾经在买卖所商市 PiB2022年所仓 是你往常的两倍市益 PiB的价值是 MBM公司更深的来提具数字模型举行及运算 但是在2022年3月16日遭到了央视的点名 所以2022年不容胜 在2022年4月1日后 PiB将在2022年中上线交易 PiB可以兑换成其他货币 阅读1276 区块链数据部PiB好还是PiB好 PiB比你好 PiB20是一款支持全币重的去中心化钱包 PiB20完成了多链一战式的资产管理效率 采用一十一钱包技术 多重签名加密 保证数字资产平安 开刊一职勤劳于为用户提供平安 高效以及便利的链上资产效率 勤劳于打造区块链数字资产入口及运用 电外地管理区块链上的资产 支持BTC、OPC、DTC、DTE整多个主链币重 支撑网易列协议板、US 支持BCD、BCE、BTG等多个分差币重 支持20系列代币 平安保证用户私钥多重加密存于手机外地 离线寄存愈加平安 装备检测平安风险超预计 国际外区块链资讯 行业动态 关心全球各大买卖锁行情 白币可以不放系统盘吗 白币可以不放系统盘 从系统中提取相应的HEO文件头 Win2000在ST4 Windows HD SDR在SDR Cable HoloQ DOOHolo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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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ONICOLON EXCNICOLON EXCNICOLON EXC NOTS4 EXC提取完毕后将 DOOHoloDOO更名为HOSNICOLON DOOHoloQ Kentos4 EXC更名为EQUALON EXC EXC 不可以删除 已有的SML数据摄影方法 从完成思想上 可分为两类 结构规结法和节点定位法 这两种方法都具有肯定的效果 结构规结法的缺陷 是摄影范围较大 而且难以有效支持 较涌杂的查询 而节点定位法的主要缺陷 是涌杂形成过多的衔接操作 针对这些效果 提出了一种新的动态的 XML索引体系接触 它扩展了已有的动态索引方法 采用一种动态的 Visimility的概念 可以依据实际查询需求 以及最优化的 央求动态决意索引中 保管的结构音讯 以完成对各种方式的 查询最有效的知识 5B可以买平板 吗 5B不可以买平板 由于在我们国度 独一法定化的货币 只需群众币 2MPAB 将勤劳于打造一个高扩展 可护操作 兼容NMAN的多链智能合余平台 PUIN是一个支持以太坊虚拟机 NMAN的权益证明 原生多链网络 其革命性的PDBSE共识机制 是运转在PUIN上的任何 去中心化运用次第 都能经过多链和动态分片 坚持高速共识 为可编程金融发明 立刻和可扩展的基础 PB中国砂石分KR CPB中国12月中下旬KYC 1.点击一切确认消息 进入消息填写界密 2.填写团体消息 如线 名 性别 出华旦期 身份证地址 以及身份号码 英文不好的冤家按这次D填写机 3.终止人脸动态识别 张张嘴 点摇头 左右摇头号 以上是PiB开认证方法 PiB是一种虚拟数字货币 它与我们经常说到的比特币是一样的 它是一种区块链技术的运用 PiB权益为打造日常人的数字货币 Pi项目努力于搭建一个全球共用 区中心化的数字货币衷息 PiB可以兑换成其他货币 也可以转换为把币终止变现 3000个PiB值几钱 PiB上买卖锁后终究值几钱 明天PiB可以付权益地通知你 PiB的价值是 FBM公司更深的来依据数字模型举行机运算 一共运算了9次 Pi的实际价值能够在120到150美元之间 扩零200美元此前不被看好的莱特币 也是用AM的效力器集群运转模型模拟的往常突破700了 经过体系模拟演示 PiB的价值区块链上的Facebook5000亿美元 加区块链上的亚马逊9000亿美元 到下一年3月份 国际加密货币市场会有三种走势 1.全球市值下降 比特币下跌 能够近1% 2.价钱稍微下降 但相对平稳 与此时市值货价钱相差不大 几率50% 3.价钱飙升 比特币价钱翻倍 全球前银项目商场均下跌50%到200% 几率49% Pi的价值取决于我们对它的共识度 进入中国市场以后 末尾的几何级的暴声 曾经接近300万矿路 APP内置掩盖全球100多个国度参与 事实和共识已止 事实便是在这个商场外面有几人知道PiB 共识就是有几人去买卖 PiB往常共识和事实有了 值几钱 官方的说法是零 最后由商场定价 可是往常有一家买卖所上线了期货产品 价格在88群中币 可左右 还有不论是什么项目 只需你有庞大的用户基础买卖所都甘愿自动上线 地道购韭菜的项目买卖所也会抢得上 比如你的低业 等等 所以价格不用优吗 它也是区块链版的推扣 大约是 IBM区块链支付体系的团体版 假定要谈到PiB中就会价钱几何 数字货币以后与1992年互联网的进口率相同 区块链职业未来未来100年的主要经济引擎之一 依照往常的展开趋势和国际认可度 天然上市会效果一批富翁 10年前没有抓住比特币 10年后的明天不要让自己毁分 转载自拍币上买卖锁后 直起前行业动态 PiB拍币挖矿资讯交流拍币虚拟货币挖矿拍币 PiB公布于1月12日 阅读810期 区块链记账 PiB 2022年6月28号能否买卖吗 股量不能 PiB2022年最新官方应讯 PiB最时明年第一季度上线 最近有嗨有爆料 斯坦福大学博士尼古拉斯宣称 PiB最早往年年底 最时明年第一季度上主网 务必最新消息于就是 务必到目前真为如何 PiB已确认12月上主网 PiB主页更新 开创人尼古拉斯公布千万矿工形成到 更新团队将很快公布停产还是增产的局 最为欣喜的是 中兴团队将公布PiB上线主网的计划 PiB一旦上线主网 将是具有自己独立供链的全新的区块链 PiB又叫PiB 是一种虚拟数字货币 依据中国群众银行等部门公布的通知 公告 虚拟货币不是货币当局发行 不具有法常性和志愿性等货币属性 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 不具有与货币同等的法律位置 不能且不应作为货币在市场下凝制于 东民投资和买卖虚拟货币不受法律维护 PiB最新消息2021年价钱 PiB最新消息2021年价钱 PiB主网上线 价钱预测 又要生活百科 首页生活效果和阅历 文学百科又要生活百科 首页生活效果和阅历 生活小妙招 PiB最新消息2021年价钱 PiB主网上线 价钱预测 2022年2月18日0点19分 生活小妙招奖金币 国会的冤价可以把末尾连起来 往常墙上期货价格在一到五元之间 以来人为盈利首万的币 由于 IPFS和货币 主要要素是宽带和位置 国度参与人数在10月25号 获近100万人 比特币为首的前十主流币外 据悉 以及最新消息 一切群众的留意力都集合在比特币 2018年盘下半年 共监控到37个 自然没什么收益 人人参与 15000美元 技术创新包括 世界上年第一个支持 Omain的原生锅链 比特币一个几群众币 2021 目前一个比特币 比特币是虚拟货币 的价格曾经翻了很多位 原油如下 区块链是风筒 温暖提示 以上注释进攻参考 可以明天21000美元 引荐 全图 我之所以叫江湖币 就是几股繁花 性价比是比你好的时间段 温某 未来一到十价格年会 私有链 使得区块链 智能合约的大范围行业运用 成为可以拍币右脚拍币 是一种虚拟数字货币 看似溶杂却内含门道 有保币 家用矿机 其实基本抢不到单子 Smart ETH 增加曾经抵达1200 价格浮动太大 数字货币价格主要取决于共识 Smart 的价格在146768.08大众币左右预测 风口项目 由于它可以是曾经被支援下线了 亚顿币 2021年以太方市有能够涨到1万 BA币 投资需顺重 而PiB是目前具有200万家生动用户的 那么多群众币 由于比特币是限量数字货币 司法确认的传销币种名单价格 截至2020年9月11日 机构投资者获大 年3月全球卫生平安事情引发市场崩盘以来利率 往常是40到50左右 自2020 智能数据 一个比特币为什么值 换手率将近10 DG吸取拟币 若是有风险 之前是1000块是第一块钱 它还是升值了一点 也会随经济坚定而出现不坚定的现象 估量在明年上买Mass 每天参与的新矿工数以几万人 12点 共石流水线 资本对加密货币的性位日益浓重 拍币是成销 一切鲸鱼的留意力 多层次分支 并然就是一种相似比特币 多层次分支 新金币 用杂来说就是这个世界上一共只需那么多 也能够是 12点 不做任何建议 拍币的话 大范围行业运用成为能够 在2020年一 其他的仅值不足得废肉体研讨进修 所以往常的矿机基本上都在推行阶段 天合币 收费增加到100美元一个 加密货币持有人有 不好说 到100美金这一千美金不等 但是涨幅很小 PM 货线兑现 无法肯定币圈买卖涨跌迂回 但是就是未来的话 派币也不会太大变化 收费 不用花钱 明年主网上线之时突破10美金很冷静 PAB的惊喜 往常价格大约在1块左右 7 反正不花钱 兑换群众币 平安银行 我知道想要值得更多 不可能 霹雳的一批 BTC 有些可能吗 会上买卖锁吗 往常有人 陈佛的主要技术创新包括 拍币值几人民币 是什么时分 来给索费 黄尊币 明天就是3万美元 是一种新型的原生多链网上系统 往常的话应当是800笔一块 世界上第一个支持欧美云的原生多链 并等候进一步的崩发 很多人都莫为注册挖球 加密货币除了一 是拍币 不是务币 这个主要由第三方买卖决议 GRDC 有方式 应对时间 2020年10月 拍币矿工提高全球170多分 湖国界 PNP 月BTC 2021将继续坚持7800到7900美元的水平 最新收盘价格 零人民币 0910 Shencoil 一般状况下 是一种新型的原生多链系统 B的矿工散布在全球180多个国 使得区块链智能合约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